请教一下律师 你怎么观察现在的司法的攻防战略 其实今天传了 应该说传了两个被告 还有传了一个秘密证人 早上呢是传了沈清津 下午传了应小威 同时间还传了台北市都发局长黄锦茂 那黄锦茂今天被传 跟昨天我们传了 当时候担任台北市都发局的副总工程师袁如银 都是跟彭震生啊 柯文哲有关的图例案件 就是为什么会做成 给予20%的荣基奖励 所以你会发现 检方其实同时间 因为审刑金我们认为在跟金流有关嘛 但同时间另外一条线 图例的部分都没有停下来 而且图例的部分看起来 查的相对是比较清楚的 换言之黄锦茂当时候被说 为什么明明我们行政法院 可能就快判决了 你却在判决之前 既然丢出了新的 给予额外的都根奖励20% 到底是谁要求你这么做 是磕呢还是彭呢 所以这个也是今天 检方要调查的一个重点 所以图例方面 我会觉得检方可能已经查得相当清楚了 但是呢就行贿或收贿这部分 审刑金其实到今天为止 已经做过四份笔录了 被抓的第一天 还有就有一次 要提起积压抗告的时候 进到北首去问过审刑金 再包括礼拜一 再包括今天 他问过四份笔录 通常来讲 他应该是有供出某一些内容 才会让检方一直传讯他 而且这个内容问完以后 我们就看到 昨天展开了什么 问了彭震生 问了柯文哲 今天呢早上问审刑金 下午又问了应小威 所以某个程度或许大家讲说 审刑金你有没有可能变成污点证人 不管他有没有变污点证人 看起来他目前讲出来的 越讲越多的东西 应该对案情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检方可以往后一直查下去 那当然我看到的就是 检方针对一千五百万的部分 也是现在调查的重点 所以问审刑金 涉及到一千五百万 就有可能把原来案件 审刑金跟应小威 四千七百七十万的事情以外 直接跳线 审刑金你有没有直接行贿可吻者 所以这一块 恐怕也是现在 检察官正如何如何正在进行的地方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